一人 快走 东宫的官员 在这儿长安城里 也是需要躲的吗 让开 你在长安界 能够当众修理兵草 你在怕什么 原来是你 你跟踪我干什么 跟踪你 是你撞了我 你想怎么样 东宫的人 没有归属为什么还能自有出入 与你何干 干什么 有人来了 你这是什么表情 搞得好像我欺负你一样 我们看来 去 我好 这个人 他对不起 是 你 这不可以 没什么 什么 我对不起 算 Martha 你看她 看来 魏贤马今日是铁了心 要睡到天黑了 望渡先生海汉 家父近来身体抱恙 实在不便尖刻 你父亲不是身体有病 是心头有病 家父这脾气 你旁人说不得 晚辈替家父向先生配个不识 书彧 你可有兄弟姐妹 家乡有三弟一妹 陪在母亲身边 儿父如此执拗 如陵云之墓过刚一辙 他若催折 覆巢之下严有顽暖 只怕可怜了你们卫世 这其中的厉害 难道你心中没有权衡吗 晚辈明白 明白就好 你与我义子好读年龄相仿 他是一个做事有分寸的人 你可以与他多往来 见到他就如同见到我 我这么说 你能明白吗 李世民的服品 难道魏先生 不认识 杜先生留步 晚辈会极力全手下负担 如子可教 这枚渔服是殿下特赐予你 这枚渔服是殿下特赐予你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们太子府的人了 可以凭此出入宫门 随时来见太子与我 这枚渔服 来 这枚渔服 李建成李源吉谋逆一案 首恶已诛 太子殿下向圣上请旨大赦 其余人等只要主动归父 便可免罪 与不追究 这个太子 可真是宽宏人厚啊 是啊 有这种太子 是我们百姓的福祉啊 诚哥 刚才果然是你 抓到我了 可以拿去加棍进决了是不是 你为何会如此想我 无论何事我都不会 那你为何要逃靠杜如慧 回答我 阿爷是太子邪马 如今东宫生变 为家已微如磊软 随时都有亲父之友 我如果对杜先生冷眼相待 我如何救我的阿爷阿娘 不过诚哥 这是权宜之计 你要相信我 我现在谁都不信 诚哥 殿下已经下令了 凡是主动归父者一概免罪 我何罪只有 要他来宽恕我 你没有罪 我也没有罪 大家都没有罪 所以你要相信我 我陪着你一起去 现在谁都陪不了我 我阿娘死了 他们都死了 诚哥 糟了 渔夫 他多半时想请渔夫会入宫 他回宫做什么 他们都没有罪 他要送他 他要送他 他骑下 他骑下 你把他骑 betwe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先回去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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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